來看我們臺灣的做小孩 牛大肅真的牛得很厲害 這是台北市這個 警衛路中和這個 大家的時代 他們比亞也算所造成的 這個牛大肅隊 代表今年臺灣去參加 英國所紀行的這個 歐洲部的比賽 下來拿到這個 路主座的這個560公斤 到520公斤的兩項冠軍 面對著高強大肯的 這個歐洲隊區 它是用實力 讓世界看到臺灣的力量 跟人家真的落差很大 我們在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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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去歐洲來比賽 從560公斤到520公斤做 都做20場比賽 全部都贏 拿到兩個冠軍 臺灣的選手每個人都很小 面對歐洲隊 腳長手長的選手 雖然新冠差人這麼多 可是自己 還有什麼贏的心 絕對不會輸人 跟人家真的落差很大 都差那種兩顆頭了 然後就是人家的腳都很長 就覺得多少會有一點緊張 但是我們做到 重點是我們做到 教練也說在外面 有大小的自己 是來比起來 受到重數的影響那麼大 這次在英國的重數 逃得那麼長 所以比賽的時間會那麼長 可以拍拍五星冠優勢 好有耐力的動物實在是不簡單 我們知道英國常下雨 原來都會下雨 所以土質比較鬆軟 然後我們在賽前準備的時候 我們就針對 肌耐力的部分 去加強練習 這麼年輕的女兒 每一個人練到手 都有很高的心 每禮拜幾個五天 每天幾個兩小時的婚人 雖然唱歌 可以有這麼好的心情 為國家來健康 特別感到辛苦了 繼續收看 今天與我們分享 北樂的巴佛的 今天我們在 marketers